- 西波克拉底的技巧 大家好 歡迎收看現在玩什麼 我是現 今天要向大家介紹的做的是 醫學之父西波克拉底 玩家在遊戲中將扮演著西波克拉底的學生 你們的老師即將要退休了 因此你們要各自組成醫療團 能夠將醫療團帶領的有生有生的人 將成為西波克拉底的繼承人 這是一款簡單的輕度策略遊戲 在遊戲的過程中 玩家先接待各種病患 再透過招募的醫生以及添購的藥材 來治療他們 能夠有效的利用醫療資源 將成為勝負的關鍵 遊戲人數1-4人 有玩時間60分鐘左右 那麼事不宜遲 現在就來帶大家認識這款遊戲吧 有兩面 一面是用於之後的擴充使用 醫生版以顏色及圖示分成六個地區 每個區域的醫生都有各自擅長的領域 在每片醫生板塊上 中間的是醫生的長相及名字 右上角的數字是AI判讀用 邊上有藥材符號的 是代表需要旅行的契約 每位醫生皆有1-3個不等的契約 右側上方的是完成所有契約可獲取的分數 下方的是聘請的契約金 背面是對應地區的顏色、圖示以及擅長領域 患者版 一顏色及圖示分成六個地區 在每片患者板塊上 左側的是患者的長相及名字 左下角的數字是AI判讀用 右側是治療所需的藥材內容 右下角的是康復後的分數 以及患者治療前需要給你的掛號費 背面是對應地區的顏色、圖示 接待骰有六種顏色對應六個地區 藥材有三種 藥水、草藥、藥膏、錢幣、医藥箱 上方是購買金額 下方是可獲得的藥材 知識版有四種 第一種 右上角有閃電符號的是立即獲得 立馬拿取圖板上所示的藥材 金錢或聲望 剩餘的三種都可以囤起來 在享用的時候用 提供一次性契約的醫生 下方是擅長領域 右側是達成契約可得的分數 需一種藥材即可救的患者 右側是需投藥的種類及數量 右下是康復後可獲得的分數 最後一種是在收容指定區域患者時 可拿取的藥材、金錢、聲望或分數 成二的是只說該名患者 可收取雙倍的掛號費 玩家配件 以顏色分成四組 每位玩家一組 每組內容有 玩家圖板、基本醫生、接待標記、聲望標記、分數標記 定金指示錄 最後每位玩家 還會有三種助手指示錄 各一個 以及額外的分數指示錄 將遊戲圖板置於場中央 在基本遊戲裡 使用這個符號朝上的這一面 將醫生板塊依照地區分類好 並且洗菌放置在圖板上 對應符號的位置 從每個區域抽取一張醫生板塊 洗菌 並且以正面朝上 放置在圖板上方的流浪醫生格 剩下就放在圖板外 作為流浪醫生供應區 將醫藥箱洗菌後 放置在醫生板下方的空格處 每一疊放上四張 剩下的收回盒中 不會再用到了 將醫藥箱最上面的那一張翻到正面 將知識版洗菌後 放置在醫藥箱下方的空格 每一格都放上四張 將知識版最上面的那一張翻到正面 每位玩家拿取一片玩家版 以及他上方所堆顏色的配件 以及一組助手指示物 將藥材、錢以及分數指數 放置在圖板旁作為供應區 由於在基本遊戲中 圖板的中間是沒有放置任何東西的 所以在此我會把這些配件放置在這上面 決定玩家順位 決定完後 將接待標記 依照順位由左至右 放置在接待軌的上方 當如果此局遊戲是有AI存在的時候 AI的接待標記必須放置在所有玩家的後面 接著依照順位鬼上方的順序 由下至上的放置聲望標記到聲望鬼的正中間 當如果此局遊戲是有AI存在的話 則必須依照玩家人數 將AI的聲望標記放置在對應的格子中 將患者板塊依照地區分類好並且洗菌 放置在與醫生板塊相對應的圖板下方 並且在排隊處各放上一片 剩下的放置在下方 並且翻開最上面的那一張 玩家將分數標記放置在分數軌的起點 每位玩家從供應區拿取三種藥材各一個 以及六塊錢 每位玩家從三個助手指示物裡 選擇一個放進休息室 接著將接待骰交給騎士玩家 遊戲就可以開始進行了 玩家版介紹 最上面的是助手休息室 每一種助手最多各留一位 休息室下方的是交易區 玩家在任意時候都可以依照上方的內容 與供應堆做資源的轉換 交易區下方的從上到下 分別是門診間 急診室 太平間 遊戲圖板的介紹 最上面的是流浪醫生 接著是生腕軌 這攸關醫生的薪水 以及挑選醫生的順位 生腕軌下方會有每個地區的醫生 以及所對應的醫藥箱和知識板 右邊的為分數軌 最下面的是各地區的患者供應碟 每個供應碟 接對應三個患者排隊的空格 每個空格左側都會有接待骰放置區 下方都有賄賂品的內容 空格上的為沒有獲得患者時的補償 患者排隊區的上方是接待軌 用來選擇治療的地區 以及患者的選擇順位 遊戲一共進行四輪 每一輪都有五個階段 分別為接待患者 支付薪資 提升醫療量能 治療患者 以及計分 首先是接待患者 在這個階段 所有的玩家會輪流進行三個回合 每一個回合包含兩個步驟 分別為止骰以及選擇患者 每一個回合 接待軌最左側的玩家 必須要幫忙止骰 將骰子依照地區以及點數 放置在對應的位置 選擇患者 接待軌分為上下兩列 上面是順位列 下面是選擇列 玩家依照順位列上 由左自右 執行動作 輪到你的時候 從選擇列上 選擇一個空格 放置你的接待標記 接著 你就可以拿取此行上 排隊的患者 正常情況下 只能拿取位在骰子右側的 拿取完患者後 移除骰子 然後你就可以獲得排隊處下方的賄賂 可能是得到或者是失去 要如何區分呢 黑色數字代表的是得到 紅色數字代表的是失去 所以以這邊為例 就是我會獲得一個藍色助手 兩罐藥水 以及失去兩點聲望 當玩家如果不想要拿取位在骰子右側的患者時 可以使用助手 助手有三種 玩家在每一回合只能使用一個助手 來發動效果喔 首先是 藍色助手 藍色助手可以與其他地區交換骰子 接著 玩家就可以拿取新骰點對應的患者 並且一樣移除骰子 拿取下方的賄賂 綠色助手 綠色助手可以選擇同行上的任何一個患者 也就是說我可以選擇這三塊的其中一塊 拿取完後 一樣要將此行的骰子給移除 但是此時你所拿取的賄賂 是你拿走患者板塊下方的 最後是 紫色助手 紫色助手拿取對應區域患者堆上方的患者 拿取的賄賂為此行骰子旁邊所對應的 接著一樣將骰子移除 助手也可以不拿來發效果 以任意的時候換成兩塊錢或者是對應的藥材 同一時間同一種助手只能擁有一位 因此當然如果即將獲得到第二位時 就可以先立即將原本的助手換成錢或者是藥材 再將新拿到的助手放到休息室裡 玩家將所拿患者放到門診間 助手放進休息室 藥材跟錢置於一旁 就可以輪到下一位玩家了 當所有玩家都執行完此回合的選擇時 將選擇列上的接待標記 直接往上移到順位列 接著就由新的騎士玩家幫忙紫色 來執行下一回合的選擇 從第二回合開始 在某些骰子旁邊可能會沒有患者 玩家可以正常選擇此行 拿取空格上的內容 但因為沒有拿取到患者 所以也就不會有賄賂可以拿取 在這邊需要特別注意的是 當如果賄賂內容是失去錢或聲望時 玩家如果不能支付 就不能選擇此患者 當如果沒有空位 或者是沒有患者可以選擇的時候 玩家依然要選擇某一行 然後什麼事都不做 再來就是 如果玩家選擇是拿取空位上面的補償 或者是什麼事都沒做的話 依然要將你所選擇的那一行的骰子給移除 當進行三個回合後 玩家各自向自己門診間的患者收取掛號費 以這為例就是14塊 收取完後就會進入到下一個階段 支付薪水階段 玩家底下的每位醫生都需要支付薪水才會做事 如果付不出薪水的話 這位醫生就會離職 其中包含了基本醫生 要支付的錢取決於你聲望的高低 聲望越好支付越少 聲望越差支付越多 每一位醫生玩家最少可以支付一塊錢就好 最多是每一位都要支付五塊錢 提升醫療量能階段 在這個階段主要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招募流浪醫生 第二個部分就是前往其中一個地區 招募當地的醫生以及收集醫療資源 首先我們先來講一下 在這個階段裡 玩家的順序都是由聲望鬼來決定 由聲望鬼最右邊的玩家作為起始 如果位在同一個的話 則是以上面的玩家為優先 當如果今天玩家的聲望標記 已經是在最右側的時候 如果他還有在增加聲望的話 則將他的標記移到最上面 反之當如果玩家的聲望標記 已經是在最左側的話 則當他如果要再失去聲望的時候 將他的標記放置在最下面 以這個為例 不管是在選擇流浪醫生還是前往的地區 都是由紅色玩家起始 再來是藍色玩家 黃色玩家 最後是紫色玩家 在這個階段 由起始玩家開始 選擇是否要跟廠商公開的流浪醫生做簽約 此時你只要先預付兩塊錢的定金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選擇不要做這樣的事情 當然如果你做出選擇的話 向銀行支付兩塊錢 並且把你的定金指數 放置在你想要的醫生板塊上 接著就輪到下一位玩家 決定他是否要招募流浪醫生 當所有玩家都選擇完流浪醫生這部分的時候 我們就將下方各地區的醫生板塊 最上面那張攤開來 接著玩家就可以按照順序 各自選擇自己要前往的地區了 在這邊需要注意的點是 你不能重複選擇前面玩家所選擇的地區 當如果今天你決定前往一個地區 你有三種選擇可以做 第一種是招募一位醫生 支付完上方的簽約金後 就立即將他帶走 第二種是購買一個醫藥箱 支付他的金錢後 立即拿取上方手勢的藥材 拿取完後就將此醫藥箱收回盒子裡 第三種是同時招募醫生 以及購買醫藥箱 當如果你選擇這樣做的時候 你可以連同下方的知識板塊一起帶回家 當所有玩家都選擇完後 就會回到流浪醫生這邊 看是否要將你剛才已經支付 訂金的醫生給帶回去 當然如果你最後決定要帶回去的時候 由於你剛才已經先支付了兩塊錢 所以以這個為例 就是你只要再付四塊錢就可以了 購買完後 將自己的訂金指數連同醫生一起帶回家 當然玩家也可以選擇不招聘此流浪醫生 直接將自己的訂金指數收回來 但是訂金已經收走了 就不會退還了 最後我們必須要重置一下醫生板塊 沒被招募的地區醫生 會順時鐘地地補到流浪醫生區 當然如果沒有空位的話 一樣是以順時鐘方向地補 把最後邊的流浪醫生給移除遊戲 當如果今天地區醫生剩餘的數量 不夠補充上方的流浪醫生時 則我們會從其實設置時 所存留的這兩張流浪醫生排庫來補充 那邊的板塊補完就不補了 也就是說在之後的遊戲中 流浪醫生可能就會有不足四個的情形 治療患者階段 在這個階段所有玩家可以同時進行 玩家必須盡可能地將你所收納的病患 依照他上方的需求 找到合適他的醫生來治療他 在每個病患 他的板塊左右兩邊都有個凹槽 這個凹槽是用來與醫生上方契約處做拼貼使用 也就代表說 一位患者最多只能給兩位醫生來醫治 在這邊需要特別注意的點是 當如果今天這名患者已經達成他的治療需求時 那我就不能再放另外一位醫生來醫治他 除非說需要兩位醫生才能達到他的需求 這樣才可以 否則就是一個浪費醫療支援的行為 盡可能將你所能醫治的患者 都與你的醫生有所配對 在配對完後就可以進行施藥的步驟了 將這些藥物放在患者板塊上 玩家在遊戲的任何時刻都可以無限次數地 利用交易區上方的內容來進行支援的交換 一共有三種交換方式 第一種是拿三塊錢換取任何一種藥物 第二種是拿知識板塊換取任何一種藥物 第三種是拿任何一種藥物換取兩塊錢 在這邊玩家別忘了助手板塊 也可以把它翻面過來換取對應的藥材或者是金錢 接下來就可以進行到最後一個計分的階段了 首先玩家必須將自己無法醫治的患者移動到下一格 就是從門診間移動到急診室 那急診室的就移動到太平間 再來就是獲得聲望 依照你在這一輪所醫治的患者數量 來決定你增加多少的聲望 以這為例就是我醫治的三個患者 那我就是獲取三點聲望 在拿取完聲望後 就將患者板塊上方的藥物移除 並且獲取上方的分數 然後將患者板塊翻至背面 當然如果醫生板塊上方所擁有的契約 都已經有醫治完的病患後 這名醫生就會立即退休 你將獲得醫生板塊上的分數 然後將醫生板塊和他所相連接的患者板塊 一起收回合中 在這邊需要特別注意的點是 當你滿足所有契約條件的是基本醫生的時候 那你可以選擇性的 將他留下來或者是直接退休 當然如果你選擇留下來的時候 你依然可以獲得上方的分數 並且將他三個契約處的患者 通通收回合中 棄掉圖板上沒有被選擇到的知識板塊 以及醫藥箱 並且重新翻開最上面的那一張 將留在排隊處的病患 上方都各放上一塊錢 作為增加的賄賂品 並且將他們往上地補 從患者堆裡補足排隊區上方的空位 並且一樣最上面那張要攤開來 就可以開始進行下一輪的遊戲了 在四輪遊戲結束後 所有還在急診室的病患 全部都會被推入太平間進行扣分 在這個時候 你才可以不用透過醫生 直接將你所擁有的藥材 投入在患者的需求上 此時你並不會因為治癒了這名患者 而獲得聲望或者是分數 這個動作只能減少你被扣分的機會而已 遊戲由總分最高的玩家勝出 當然如果遇到平手的話 則是聲望最前面的人獲得最終的勝利 醫學之父 西波卡迪 這款遊戲我覺得AI的設計太過強了 如果是第一次遊玩的玩家 在不是四人滿局的時候 可以減少一位AI 這樣在遊戲的體驗上應該會比較好 再來是金錢的獲取不易 在每一輪所拿取的幾乎都會用完 這也讓遊戲的每一輪都可以是新的開始 對於新手玩家而言 就可以專心在當下的輪數中做出最好的規劃 不用做太過於長遠的布局 因此也不用擔心 因為前面做錯一步 導致後面的引擎疊加不起來的問題 在美術設計上面 藥品的Token做得很精緻 但是在骰子的顏色上 有點太接近了 在遊戲的過程中容易造成混淆 最後是遊戲的圖板以及配件板 如果可以設計的再小一點的話 在攜帶上以及場地的選擇上 都可以更加方便就是了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結束啦 有喜歡我們拍的影片 記得按個喜歡 並且訂閱一下 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